我现在能在这个珠海国际赛车场试驾的就是这个讲好三年又三年的比亚迪海豹 而且这次呢我们试驾的是最高配的版本 双电机Owheel drive 0-100加速 3.8 秒 所以开起来真的是超级爽 那么这辆车有什么特点呢 今天我要趁着我的记忆还很新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的卖点 如果讲最近你有在考虑这个 Tesla Model 3 的话 这辆车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进入你的考虑范围之一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 其实比亚迪海豹的车身尺码是比Tesla Model 3 大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它的车长4800mm 这个是D segment的这个车长 然后它的轴距是2920mm 这个是E segment的长度 所以它里面的空间表现还不错 然后Tesla呢基本上它的车身长度大概是介于这个C到D之间 所以两个你直接去对比的话空间表现的部分 这一辆车会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这一辆车还有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就是它的风阻系数啦 原厂表示它的风阻系数呢是0.219cd 如果是这个Porsche的Taycan啊它是0.219cd 所以其实它的风阻系数是要低一点的 越低的风阻系数你的车辆续航呢就会越长 然后你跑快的时候那个风声也会越来越小 然后在电池组的部分呢这个比亚迪海豹的顶配版本呢 它配备的是82.5kwh的这个刀片电池组 官方表示呢它的续航超过700km 然后我回我的干凤大概是260km左右啦 如果是充满电的话我维持速度110 理论上我可以回我的干凤再回KL不需要充电 所以这个就是长续航的好处啦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辆车拥有双电机的设计 就是前面一个电机后面一个电机 所以它是overview drive的0-100加速只需要3.8秒 目前market上你可以买到多少3.8秒的车 重点是这辆车的价格我相信都会比那里车便宜啦 如果你是时常看抖音的朋友呢 你就会听到什么是有改电平台或者是纯电平台 我现在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有改电什么叫纯电 有改电就是它用一般的汽油引擎改成电动车啦 所以它会有很多Limit 然后这个比亚比海报呢 它就是采用全新的纯电动平台 eplatform 3.0开发 所以这辆车完完全全就是为这种电动车打造的啦 好处是什么因为它的电动马达小嘛 所以它不会吃很多味 造就了你前面会有多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你可以去放这个充电阻啊 或者是讲你前面去PASA你买了一些比较适的东西 你可以这边电子放里面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用的 然后在后面呢 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尾箱空间蛮深的 可以给你放行李 空间的应用性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纯电平台的好处啦 这辆车如果你从侧边看它哦 你会发现它的前轮跟后轮 已经是推到最角落去了 所以它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的车头很短 车尾也很短 然后中间非常的长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它的空间表现很大的原因 其实我刚才有做进去啦它的空间表现会比一般的D segment还要再大一点 可能对比E segment它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这个空间表现对于大部分的人都足够啊 然后这个Performance版本哦 它配备的这一个轮圈是有这个空气力学的设计的 同样也是可以给你跑更远一点啦 因为空气力学对于这个续航哦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哦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有注意到吗 它的brake是打孔式的设计 打孔式的设计代表着呢它这个散热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它的刹车卡仙是4port的这辆车3.8秒加速 它跑得快它也要刹得快 然后它也不会因为有热损号然后降低它的刹车表现 然后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这个比亚迪海报哦 它的这个尾门是有自动开启的电动开启的 你按下这个button它就会开哦 你可以用脚踢的方法开 你可以按这个button开 然后关的话你可以按上面可以脚踢也可以用这个button 然后它的这个尾箱空间我觉得 对于一般的这个D-Segment来讲表现是不错的啦 而且它背后还有built-in一个知名音响的低音套 就是你听歌的时候会有那种懂次懂次的效果 必须跟大家讲这辆车的音响真的很好 等下试开给大家听一下 然后按一下它就关了 然后整车还直接来这种很帅的空气力学设计 怎样的帅法我相信大部分的年轻人看到都会很喜欢 这边是这个海豹的充电口它有AC跟DC啦 它的DC如果你买到是入门版本 只可以支援最快110kW的DC快充 然后你是买到中配或者是顶配版本就是150kW 这样子看这个速度是不慢啦 但是其实有很多车子已经是180kW或者是250kW 甚至350kW都有 所以这个150kW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慢啦 这个可能是可以改进的地方 不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充电口是在尾巴 因为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电动车有些是在车头有些是尾巴 那在尾巴你Reverse进去充电 其实会比较方便一点点的 如果大家有开电动车的话 应该会赞同我的讲法啦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是 这个是全新的BRD维标 它现在车尾这些BYD而已 再也没有那个Build Your Dream 而且我们刚才问了这一个 亚洲太平洋区的老板他讲 如果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不要这个Build Your Dream的这样 只要这个BYD 你讲我们就会做 所以大家留言一下你喜欢那个后面放Build Your Dream 还是喜欢放BRD 这个门把的设计你一定很喜欢 因为真的太爽了 当然这样子的设计也是因为空气力学的关系啦 所以它不是美而已 重点是你看啊你关的时候 它是慢慢进去不是突然间弹出来的 这个设计很贴心 如果你是一个视觉系动物的话 这一个内装的设计肯定会比Model 3好 然后这个超级大的荧幕国外版本是支援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啦 非常适合马来西亚的市场 然后这边上面的细节真的是拉到满满 你要什么材质它都有 还有这个GP啊 然后有这个物银啊 然后有这个软质的塑脚 然后还有蓝色的车风线 我必须讲老实话 除了这个steering以外 整个内装我是很喜欢的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音箱 这个音箱效果等下开给大家听一下 然后重点是哦 这辆车也是有很多的氛围灯设计 看到吗 这种氛围灯是无所不在的 而且它是那种呼吸灯的设计 讲真的有哪一个年轻人不喜欢 我这个33岁的Uncle 我看了我都蛮喜欢这个内装的啦 然后因为这辆车是一个运动版本 所以它有这一个赛车同一的设计 这个赛车同一摸起来 它是整皮的 这个质感很好 我觉得这个质感甚至可能比一些豪华的车品牌还要好啦 当然如果你真的要我去跟Model 3比的话 其实Model 3我也是接触过啦 我没有觉得Model 3的内装设计有极好看有质感极好啦 你在这一块的话你去对比一下两辆车 那么你就会知道 然后这一个内装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冷气 它可以自动化到这个程度 例如讲冷气的这个风向调整 你可以在这个screen这边调整 你可以用手去滑动 那么它就会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个设计蛮有新鲜感下的 然后你还可以设定它自己去转 就是讲它可以像你的家里的冷气一样 它可以自己 swing 的 这个设计好像真的好像家里的冷气啦 然后剩下的部分 这个主机是这个Stat Dragon 6350 的处理器 虽然不是815 但是我该使用起来我觉得还蛮流畅一下的啦 整体来讲就是这样子 这样的内装设计你喜欢没有 给我的话这个内装可能我会给到8.5分啦 我觉得不差 这个氛围灯哦 你看它一直变颜色 而且它不是那种一条的 它是好像有个玻璃顶着 然后它是藏在里面的 然后整个效果哦 看起来就是 我不懂耶 就是给我感觉很新鲜感啦 然后它会提升那个车子的质感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耶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设计 只是更可惜了我车去外面装的话 没有这样子的效果不然的话我应该会装啦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是电动车 它不需要留那个穿动走还是什么鬼 所以它这个整个是平到完的 整个底板是平完的 所以你不管是坐中间 还是坐这里 你都可以享受到一个很不错的空间表现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海报呢 有这个全景天幕 然后我不知道国外版的这个B 有没有这个变色功能 但是无论它有没有变色功能都好 有这个全景天幕就代表着 你的这个压迫感不会太重 我的身高是181啦 我坐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压迫感的不明显 然后我可以坐下一点 还蛮舒服一下 所以这台车虽然讲它是一辆Sport Sedan 可是我觉得就是讲它 可能在这个家用的这一块它还是有顾到 珠海这边是台风天气 所以我头发有点乱 然后现在地上是湿的 我们来试一下这两车的操控表现 SALOM 烙锥 OK 可以出发了吗 OK 3 2 1 好滑喔 很滑 因为它全部都是湿的 但是滑归滑它的那一个 车身的动态还是可以的 就是只是可能轮胎不那么抓地 整个车身蛮稳定的 对 车身蛮稳定的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底盘的刚性是很高的 很扎实的一个 对 它很扎实的整个底盘 所以它撑得住 这个底盘是真的好 这个应该是我开过的这个 纯电车里面底盘最好的其中一款 而且比它好的可能价位更高一些 所以其实它还是物有所知的 OK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试着一个海豹的刹车 首先我们会一个加速 然后再来一个紧急刹车 算不算是紧急刹车 对 紧急刹车 好 那我出发了 你可以用Launch Control 这个是先来一个运动模式 OK 好来 3 2 1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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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EAK! BREAK! Nice OK 这个加速跟结束 其实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 就已经结束了 但是这个加速这个G-FORK是真的猛 这个胸口又被压住的感觉 OK 现在我们就开这个海豹 下这个珠海赛道 然后因为现在是台风天的关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太快 OK 现在我们出发了 我们就来吃这个顶配的比亚迪海豹 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3.8秒 非常非常的快 首先这个开电动车再塞到的 跟着开这个内燃机 其实还是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它是及时扭力的关系 所以这个收油 应该讲是收电门 放电门的这个速度其实都不一样 都是要再去adjust一下 要重新习惯一下 不过一开始可以体会到 就是这款车的这个加速 真的是很猛 师傅喜欢开这台车吗 可以 可以 有什么评价吗 因为你是专业的 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对啊 加速性太高了 加油 这个加油 这个加油就是 弯道收油再补油的那一刹那 那一感觉真的是很 很不错 很不错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这台车 可能因为它的车身的重量 可能比较轻的关系 因为这台车 虽然讲它是电动车 可是它的顶配大概是 2200公斤左右 所以对比一般的电动车 它没有那么的重 所以弯道的时候那一个 侧倾不会太明显 因为我开好多电动车 就是可能因为车身太重的关系 所以弯道的时候它侧倾的比较明显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 底盘刚性是真的好 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它用了这一个 一体成型的技术 就是它的这个 车身的结构底盘 跟这个电子组是一起的 然后它可以让这个车身的重量 配得更好之外 然后它的车体刚性也会比较高 所以你在corner ring的时候 那个车身是顶得住那个corner ring的 虽然讲下雨 可是我们跑的也没有很慢 刚才都有差不多一百三十 今晚 天油 天油 飘了 看到吗 这个扭力 刚才那个油门给大了 给太大了 所以它整个车身在那边飘 但是也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 电动车的这个扭力是多么的大 所以开车车真的是要很小心一下 但是还蛮爽一下的 尤其是它在加速的那一感觉 慢一点加油 慢一点加油 好 好 好 OK 那个补油 出完补油的那一刹那是真的很爽 但是就是要小心 那个油不要补太多 OK BREAKING BOI 进APEX 这个车的底盘是真的好 这个应该是我开过就是 在电动车里面底盘表现最好的那一台 自一啦 但是其他比它好的可能价钱都要高达一个一两倍 甚至三倍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底盘都是可圈可圈的 重点是 那些车架贵它两三倍的电动车 底盘的表现也没有好它两三倍 可能就好一个 28-25%左右吧 所以我是喜欢这台车的 而且又是Sedun 然后动力又强 操控又好 然后重点是这样子有电子喧嚣 所以完全就是我的菜 然后因为既然是台风天正 雨真的非常大 然后我们要跟前面的车子有一个安全距离 所以真的没有开太快了 该时速最快大概是在 130左右 不过不用紧 如果大家觉得还想再看这台车胎有塞到的话 那么之后 据说马来西亚的发布会 他们会在Sedun做 到时候Sedun跑会应该会更爽 我这也是有点小期待一下 讲真的啦 这台车的packaging 买走Model 3 是不是 虽然讲Model 3 可能一些科技 一些东西上面是比较fancy 然后有所谓的科技感 可是驾驶体 我之前开过这个Model 3的 Long Range Dua Moto的版本 我还是觉得这个海报好加点 真的我没有开玩笑 发布的时候大家自己试驾一下 应该会很喜欢 不过在发布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会在Sedun再试驾多一次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我们为这个 比亚迪海报做的新车介绍 不过要跟大家抱歉一下 因为我们遇到了这个台风 然后弄到我们很狼狈一下 你看我全身乱到完 然后全身试到完 然后拍摄的事情有限 所以带给大家的东西可能比较灵密一点 不过不用紧 等它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车借出来在排挤比较详细的试驾 而且各位看到这一期影片的时候呢 应该也是它发布啦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你对这款车跟Model 3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给我们知道 我自己觉得这辆车其实在整理来讲 它都是很有竞争力的 它可能输在品牌的部分啊 但是呢 我觉得 消费者可能可以给予这款车一个信任度 可能可以去试驾一下 你就会知道哪一款车最适合你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如果是我的话 我非常喜欢这个BRD海报 OK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by bwd6